中華館一百控告夏年度 國中基階教育經濟 經過十日一軍三十八祖 六百三十二名基階合唱參與競爭 都中一百四十九名選手在中 中華館政府在三日再起 在中華館的聽基階班長電力 借口所有同學未來在基階道路上 創作出自己的一片天 可以基階敲軍學業優勝 為管長一億班長 讓中的同學 並且鼓勵他們未來可以在基階教育上 可以有更好的選擇 為管長的標示 中華館基階教育課程開班所 每年都會增加 一百塊五十年開班所 高達一百十九班 為了要推定基階教育向學園心 關乎在今年生日 組織教育中心到這幾個試探中心 未來也預計 更在涉及三間這幾個試探中心 讓國小五年到國中二年的學生 也有機會了解這幾個的內容 發展自己的興趣 三二一 啟動鐵廟希望 記憶飛翔 張縣記憶速操群 畫手為期創意欺 張縣是一個中小企業的原鄉 那我們有一萬八千多家的大小型工廠 那我們公司航號已經達到了四萬五千多家 所以我們要培養同學的一技職場 所以我們張縣政府很注重這個技職教育 我們今天舉辦這個技藝成果的發表會 以及競賽的頒獎典禮 那我們感謝也恭喜這些受獎的得獎的同學 那我們張縣政府對於技職教育 我們也要往下來砸根 我們要在國小五年級端 開始到國中二任級 讓他們能夠認識 職業的內容 那我們對於國三的學生 我們除了這個 技職教育以外 我們也成立了創客中心 以及記憶的學習的中心 那我們會再增加三個這個 記憶中心 那我們希望我們能夠對一些 對技職對一些技能的同學 他們能夠有興趣 也有學習的機會 那我們要培養我們國家技術的人才 今天在現場的一個電視 就像學生所設計的作品 讓參加標榮的同學和老師 可以互相觀摩 學生在一學期 就可以學習到基礎 做出這些作品 讓老師和學生對其他教育 有後不一樣的體驗 新中華新聞白民林廣府 蔡宏布德